就是這個做完之後 然後點兩下 就做出來了 非常快樂 事情一下就做出來了 好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Build List 這個Build List 就是要找什麼 這個人的Name 這個Name呢 我已經知道他後面的Name 但是我不知道 我知道他的First Name 但是不知道後面這個Name 那怎麼辦 我可以透過他的什麼 其實有幾個方法 比如說我將來可以 透過他的First Name 再去找他的Sername 所以你可以有個方法 乾脆把這個範圍 建一個什麼 建一個名稱可不可以 我查 我不要查那麼多 我就查這個範圍 查到他 把那個帶過來 然後呢 再串接原來的名字 可不可以啊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啊 那或者是說 他已經幫我建了一個總表 叫Booking 那在這個總表裡面的Booking 它是分在 第六七八九 所以呢也可以用什麼 第二個 用Booking ID 特別主要 他第一欄一定是Booking ID 去找到第八跟第九欄 也OK啦 那哪一種方式快 你就用哪一種方式啊 沒有限制的 沒有標準答案的 所以我們這些東西都是活的 反正你就是 見招拆招 很活的 反正你就最重要是 你覺得哪個順就最快了 那也不要鑽六角尖 而且不要說 今天要試第一種 第二種 第三種 第四種 每一種都給他試試看 初期可以啦 最後反正事情先做出來再說 好 那這邊的話 第一個我們就用 Name 插入函數裡面 那我一樣用那個 最近使用過的 插入函數 查 乾脆用總表 他的ID 然後呢 F3 去查那個Booking 這個Booking 指的是總表 的第八欄 幫我把它帶過來 比對方式的話呢 如果 因為剛剛有同學 這個省略的話 他是說什麼 0 觸或省略 表示找最接近的值 結果你省略 好像他會出現問題 找不到 所以這裡的話 因為我們是一定是 不會有重複的資料 所以你乾脆用0 這樣會比較保險 否則像剛剛有同學 奇怪查就查錯了 好按確定 再來的話呢 加上什麼 加上一個空白 所以呢 就and 一個空白 因為我中間 這個姓跟名中間 要加一個空白 所以記得這邊 加一個空白 and什麼呢 然後把這個公式 再複製一下 貼到後面來 把8改成9 打勾一下 他的名字呢 也就查出來了 所以將來呢 我要把帳單給誰 這個人 他住幾號房 他住在 一樣喔 根據他 去查他的幾號房 所以幾號房呢 是在 第 第 F欄 那應該是 第 6欄 對不對 6 OK 好 那我們如果第6欄怎麼查 最快 把這個公式 複製一下 取消 在這邊 貼上 把它改為第6就好了 這樣最快 打勾 少了個等於 OK 3 7 2 好 全部查完了 住幾晚 你可以用 中間這個 所以你可以算 1 2 3 4 5 6 7 8 9 第9個字 取一個字 然後再減掉1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應該沒問題 因為前面是幾天 那你扣1 就是幾晚了嘛 對不對 那或者是第二個 這邊 Check out -check in 那就是把第5欄的資料 減掉第4欄 也可以啦 兩種反正你自己選一個 那我用 等於 我用那個 第二種方法 第5欄 因為其實 其實只要貼一貼就好了 好 減 第4欄 感覺好像第二種方法 比較簡單 但是 長度比較長 OK 兩種方法 我想各位可以 都可以試看看 Price 這個Price 比較麻煩一點 好 因為要去查它的 縮寫 加一個Dash 符號 加一個哪個方號 多少錢 要把多少錢 帶回來 所以我們第一個 可以分兩階段做 它等於 這個 插入函數裡面 我要去抓它前兩個字 那我們可以用什麼 一整個 在小撮 下潟 之 小撮